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的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垃圾 基本上当红作品差不多都会是这个方向 而且不只套用在漫画作品 当红的歌曲 电影 甚至是人物 都会是类似这种趣事图 因为成功的作品它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喜欢 但绝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加上物极必反的效应 所以也会存在少部分是反对意见的人 而今天要讨论的这部作品就有趣了 稍微研究了一下网络上的评价 在华语圈的走势图它是长这样 25%的人认为它是神作 15%的人认为它是个不错的作品 另外15%的人认为它是一部普通不怎么样的作品 而有45%的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垃圾 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人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但是也有一半左右的人认为它是超烂的作品 并且中间值的评价其实非常少 几乎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评价走势 可以让人觉得又神又烂 真的很有趣 到底是什么作品这么特别呢 这部作品就是 东京万复仇者这部作品在日本现在非常非常红 在之前的影片曾经提到过 今年上半年的公信榜销售排行 它以新上榜之资直接登上第三名 并且在今年7月份的第五周 拿下了公信榜销售周排行的第一名 可怕的是当周的前10名 有8个名次都是东京万复仇者 直接占据了8个席位 非常可怕 近几周也都是几乎取得了第一名的名次 而且不只是漫画 动画跟真人版电影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 这部作品这么红 理所当然一定有它好看的地方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骂它是个烂作呢 今天我会用我个人的观点来分析一下 我会尽量以少量的剧透去点评 这部作品到底优缺点在哪里 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希望都能在这部影片里面更了解东京万复仇者 好 首先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东京万复仇者的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东京万复仇者是何九景健创作的漫画作品 何九景健老师从出道以来 也就是所有作品都是以不良少年或是黑社会作为主题 当然 东京万复仇者也是 故事内容主要在说 男主角花园舞蹈是一个在出租DVD店打工 生活贫困不得志的青年 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新闻的内容在说 有一名少女被卷入了帮派集团的斗争而不幸身亡 这个帮派叫做东京万复 而身亡少女的名字叫做菊日向 这时主角舞蹈突然想起菊日向这个名字 不就是他国中时期交往过的前女友吗 并且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交往过的女友 但那都是12年前的往事 他连对方的脸都快要想不起来 并没有想太多的舞蹈默默前往了电车站 不过在电车即将进站的时候 他突然被某个人推入了轨道 看着电车一面朝向自己撞来的舞蹈 死前的跑马灯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 而是新闻里的那位死者 自己的前女友举日向 但当舞蹈再次睁开双眼 那辆朝向自己撞来的电车已消失 身边不再是铁轨 也没有等电车的民众 而是自己12年前的朋友们 并且自己也变成了12年前国中生的样子 是的 花园舞蹈穿越到了12年前 于是开始了一段精彩的冒险故事 好 大概了解故事结构之后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优缺点 首先第一个优点就是穿越 没错 刚刚大纲有提到这部作品是穿越 想到穿越你一定会想到龙奥田 不 这部作品并不是穿越到过去开挂的那种龙奥田作品 主角在穿越回到12年前之后 没过多久他又穿越回到了现在 接着他发现他因为改变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导致现在也被影响了 于是他决定要再一次的回到过去 看能不能拯救他的前女友 是的 就是蝴蝶效应 主角在这部作品里会频繁的穿越过去跟现在 并在每一次改变过去之后未来也会跟着被改变 而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加了一个穿越的限制 那就是主角只能穿越到12年前的今天 并且过去的时间跟未来的时间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假如有一个人在2008年的1月1日会身亡 你算准时间在2020年1月1日穿越回12年前救他 但是你失误了 你没有成功拯救他 因为过去跟现在的时间同时往前走 所以你就永远不能救回他 这个设定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加入了这个限制就等于你不能让主角随意开挂 无论如何就算你能回到过去 但机会也只有一次 并且有趣的是你改变的这一次过去 它所影响的未来你也不会知道是好或是坏 也因为这样每次改变过去回到现在时 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就变成你必须一直回到过去 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每个小事件 让未来导向成你心中所理想的样子 整理的故事性跟发展性都非常好看点 并且读者也会期待每一次被改变的未来到底长什么样 这是非常好的想法跟设定 而优点二就是 这部作品虽然围绕在不良少年跟榜牌 但其实打架跟格斗并不是主要的看点 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地方是对于青春的怀念 主角因为穿越 他却接触到了12年前心中早已忘记的情感 与朋友们骑着脚踏车 踢着足球 去做一些小混混会做的坏事 一起哭 一起闹 一起笑 一起在夕阳下说着自己的梦想 而这些人在这12年间 他们会渐渐因为社会的洗礼 慢慢收起了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 他们最终可能会成为理法店店长 酒店老板 摩托车店店员 出租录影带店员工 他们可能会成为任何人 而且他们也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样子 我们可能都早已忘记 年轻时与朋友嬉笑打闹的时光 那时候自己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总是期待着自己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虽然那时非常莽撞 非常冲动 也有点愚笨 不过往往回想起来都会觉得那段青春总是非常耀眼 而东京万复仇者因为穿越巧妙地衔接了青春的国中时期 与刚出社会的时期 这12年间角色之间心境的变化 友情的改变 都很像我们现实的缩影 我们不只会看到对现实妥协的自己 也会怀念过往无知又耀眼的青春时光 而这一点是我觉得漫画最大的看点 而优点3就是 东万的情感 这部作品的主轴哦 就是主角要拯救被东京万会杀害的女主角 而主角回到12年前 目的就是要了解东京万会并且挖结组织 毕竟阻止帮派的成立 或是防止帮派壮大 就可以改变未来 但有趣的就是哦 这个在未来如此遏制的帮派 在12年前却是有一群非常有魅力的角色所创造的 这些角色不但打架很强 并且都还是温柔可靠个性很好的人 不得不说Mikey跟Dolakian的人设都非常鲜明出色 不只相互扶持 甚至把帮派成员们都当成家园 随着成员的斗争离去 读者们也会觉得不舍难过 这是非常好的设定 而究竟12年后的东万 为何会变成贩毒杀人 做进各种非法事情的组织 这里也埋下了一颗悬疑的种子 随着主角慢慢抽丝剥茧 一步一步去挖掘真相 这也是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 好 其实这部作品的优点 我个人差不多就觉得是这样了 以非常有趣的穿越架构 建立在不良少年的帮派主题上 有热血的战斗 有伙伴的情感 有悬疑的剧情 甚至还有一点青春的感动 如果还要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优点 我认为是何久景健老师的 分镜表现也相当厉害 光是第一话我就觉得相当震撼 在《舞蹈穿越回过去》 第一次与12年前的前女友 见面的画面张力 可以说十分冲击 这点是动画跟电影版都没有做到的 另外何久景健老师 很擅长在人物表达 具有情感的话语时使用无背景 这会让角色话语的重量变重 并且打架的画面也相当流畅 但与其说打架 我倒认为最厉害的是 塑造人物的魅力 尤其Mike第一次出场真的是帅爆 同样碾压动画与真人版 还有老师笔下每一个角色的头发 都非常好看 无论短发还是长发 感觉真的都很飘逸 看了我都很想要留一个ドラケン的 还是算了吧 好那看完优点 我们接下来就讲讲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主角设定有问题 这部作品很多人说主角很废 只会哭什么都不会 的确这些都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并且在这里我必须帮主角说的话 花园舞蹈的确很废 但同时它也很伟大 仔细想想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能够穿越回到12年前 你会拼尽全力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一个 你根本都已经忘记长什么样的前女友吗 甚至你都不知道救了她 改变后的未来 她会不会跟你在一起 或是能够给你什么 我相信正常大多数人 应该会直接去买股票吧 或是把所有彩券的头奖号码记下来 直接回到过去中奖 像这部作品就可以变成 东今晚复仇者 东今晚复仇者 所以这样看起来 主角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过去 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那些 根本不是自己生活圈 甚至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人 她完全没有私欲 就只是想要救人而已 的确是非常单纯也非常有勇气 我深感佩服 但尽管如此 设定依然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 主角经常忽略主要目的 基本上花园五道回到过去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创造一个 绝日向能够活着的未来 因为绝日向被东今晚会所杀 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就是瓦解东今晚会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五道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处理事情 她根本没有花心思去调查 东今晚会的组织结构 甚至是人员 背景 周遭相关组织等等 基本上她就只是 呆在12年前傻傻的过着日子 然后顺着时间线前进 等待事件发生再去碰撞剧情 这已经不是无脑了 我觉得已经到了设定上出问题了 这跟我在看瑞琳的时候有点像 瑞琳的主角在中后段时期 有时候的事件思考量都会变成 我是真的活在当下这个世界的思考模式 当然在当下的事件发生时 能够付出真感情是好事 不过如果大多数的时间 主角不能跳脱出来 用一个穿越者的角度或格局来思考 那整体设定就会崩坏 架构会很不合理 甚至会让读者感到愤怒 觉得智商被羞辱 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而东今万复仇者也做了非常差的示范 甚至舞蹈都会常常忘记 自己到底来12年前是要处理什么事情 我自己觉得是太扯了 如果我知道小明会在12年前的今天被车撞死 而我又有机会能够回到12年前去拯救他 那我这24小时绝对会死守着他 并且我会想尽各种方式让小明远离危险 注意哦是想尽各种方式 这个才是正常穿越者的思考量 而主角舞蹈大多时候都是在关键时刻才会突然想起 对哦小明今天会死 那请问你到底穿越过来干嘛的 这一点就是非常让人生气的地方了 并且也会造成一个不好的观感 那就是只要故事里的事件没有成功解决 读者就会把过错归咎于主角的疏忽与大意 当然你也可以说就算成功解决 改变之后的未来也不一定会更好 的确但那就是蝴蝶效应的讨论范围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主角在处理事情呈现的方式跟设定有极大问题 例如我认为主角可以不用这么笨 他一样可以做好准备 但是事情却不如他预料 可以是有突发事件 也可以是因为他稍微改变了什么 导致事情的走向不如他预期的发生 来不及反应突突起来的意外 导致没有成功解决事件 这样子的安排读者反而不会把过错归咎于主角 甚至有一种未来不可逆的不安全感 不只能让整个剧情变得有重量 也可以让整体设定更复杂更有可看性 好那接下来聊一下第二个缺点 那就是满满的不合理 之前也有提到过 这部作品不适合带着思考量去看 的确因为这部作品你只要稍微思考一下 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合理的地方 光是穿越就有一大堆完全解释不通的bug 并且也没有去做很好的安排和解释 还要把角色年龄设定在国中生也太过于不现实 一群平均不到15岁的小孩每天打架飙车 他们的梦想就是跟着老大把东京万辉壮大起来 怎么想都非常不切实际 这群人似乎都没有各自的家庭与背景 每个人都骑超贵的重机 但是钱从哪里来 他们不用工作吗 受伤的父母不会担心吗 学校不管吗 警察不抓吗 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交代 也就是一群15岁的年轻人全部都一心一意的 把自己的生命跟热情都奉献给了帮派 甚至故事里 东京的势力组织分布 就是由这几个国中生创建的黑帮组成 请问没有大人组的黑帮吗 没有真正的黑社会吗 真的是满满的不合理 充斥着整部作品 就连人设仔细去看也有许多不合理 嬉笑铁台的动机不合理 Mikey的黑色冲动不合理 舞蹈怎么打都打不死不合理 类线如此发达更是不合理 好 最后来看一下缺点3就是 过分没话不良 前面也说了 这部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在帮派跟黑社会 并且东京万辉这个组织 一开始是由一帮善良的人所组成的 好 就算组成东京万会的人是一群善良的人 但是他们还是帮派 是黑社会 会被称为不良组织 就是因为这些组织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不良的 Mikey曾经说过 他想要创造一个不良的时代 对他而言 他想要颠覆大家对于不良的看法 但说真的 如果有这个能力 设立一个慈善集团就好 本质上不会有什么改变 你一样可以创造一个做善事的热血集团 而不是依然用帮派的方式在解决问题 暴力 抢夺 许多游走法律边缘的事情 但漫画却又把这些事情热血以及理想化 所以我愿为不好的是 把帮派这个组织打造的过于美好 美好到我都认为 这些人组成的帮派怎么可能壮大 一个温柔 有爱 完全不经营事业的团体 那不叫帮派 是叫康乐集团 这不是海贼王或是火影的世界 这是现实世界 并不是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老大 现实社会有许多比打架还要复杂许多的事情 但这些在漫画里几乎没有提到 我根本觉得你可以让主角群很热血 很单纯 很善良 这些都是成立的 就像我前面所说 东湾的情感描写是好的 但不能只有这些信赖跟热血的情感 一定要去提到一些帮派在社会上生存会遇到的问题 这样这些角色才会更有深度 甚至能看到一些更贴近社会现实面的东西 因为不可能单纯只靠热血 呐喊友情就让组织壮大 并且我根本就不觉得以Mikey或是Dolakian的个性 适合混黑社会 绝对会早死 这也是我认为这部作品很可惜的地方 对我来说 它只停留在热血商业漫画的层面 并没有交代更深层的东西 OK 我大致上列了三个优点跟三个缺点 其实能讲的东西还很多 但是因为不想要过多的剧透 所以这边也就不再讨论细节 好 那点评完剧情的部分 接下来稍微短评一下 动画 我个人对于动画的评价就是 听完片头曲 去看漫画 这个评价的确是不太好 但我觉得动画是书漫画非常非常多的 毕竟这部作品的剧情重点 并不是打架 真正推动剧情的是 主角每一次穿越所改变的未来 打架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吸引人的是事件 以及人跟人彼此之间的情感 但动画在情感的表现上 并没有漫画刻画的好 并且在打架方面 每一场架我都觉得打蛮久的 打很久倒也没有关系 重点是呈现方式 我们来挑一个动画19集 《东京万会对抗八流八路》的片段来看看 两大帮派的打斗 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 前面还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打着打着 接着是《Dola Ken》的打斗场面 等一下 你谁啊 接着继续平移 然后继续打一打 再次平移 基本上这次连脸都省去不画了 然后是《半间》跟《Dola Ken》的打斗 这个打斗片段是动画原创漫画并没有 而《分间》的连贯 我个人觉得有相当大的问题 先来完整看一下 好有发现问题吗 首先《Dola Ken》是往后飞的 注意它的方向是往后延伸 但下一个画面是脚正面往下落地 相当不灵贯 然后一个小跳起 这里的方向是往左上跳的延伸 结果下一个画面直接变成脚上头架的姿势 非常非常奇怪 接下去的画面也是 第一个画面要记好哦 一开始《Dola Ken》是以这个姿势押述半间的 下一个画面他起身 那他好歹也是坐在半间的身上 请问下一个画面 半间的脚到底是怎么踢到Dola Ken的 如果半间能够踢到他 代表Dola Ken一定要完全站起来 那这个脚踢的角度也不对 总之各种匪夷所思 是相当不顺畅的打斗过程 而总体来看 虽然基本上有角色特写的时候都不会太崩 但还是很明显 只要是背景人物都在做重复的简单动作 并且只要不是特写的画面 通常人物的脸都是崩的 而不推荐看动画还有一个理由就是 动画比漫画还要尴尬 漫画里我跑到很常用自己的大喊跟哭来解决事情 不过因为何九景见老师分镜节奏掌握不错 所以就只是稍微尴尬 但是动画的片段变成超级尴尬 甚至我看漫画还没有对舞蹈这么恼火 但看动画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我动画真心推荐的就是片头曲 片头曲Cry Baby是 的歌简称姿男 这个字念姿 一声姿 姿男也就是胡须男的意思 团队的由来是希望到了长胡子的年纪 依然能继续创作令人喜爱的音乐 他们的歌都非常非常好听 超级推荐 好那最后也来聊一下 真人版电影 星期天跑去电影院看 非常冷静 直接爆场 电影老实说 因为我抱着非常不期待的心情 所以观看体验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首先是场景非常精致 每个场景也都很细致很漂亮 打斗场面跟节奏相当棒 运镜跟打击感都很优秀 然后电影结尾的表现我认为也很有巧思 把原作一开始舞蹈与局日像见面的冲击 拿到了片尾 但大致上我觉得不错的地方就这些 剧情整体稍微零散 没有看过原作的人可能会有些看不懂 许多角色的人设也变得稍微有些不一样 例如舞蹈感觉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不良少年 但舞蹈在原作本质上并不是不良少年 所以舞蹈才一直有一颗纯净的眼神 Mikey也变得比较开朗幽默 但原作Mikey是因为有背负一些情感 所以才会有些忧郁 局日像 细笑铁态 半奸修二也都与原作非常不相似 如果说最还原的我认为应该是轻强吧 是唯一让我觉得造型 气质 演出都很贴近原作 不过青江的小弟 请问有哪个高中生长这样 好虽然讲了那么多 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 蝴蝶笑铁配上不良帮拍也是非常有趣的题材 以及能看到很有魅力的角色 但可惜他还是以热血桥段为主的商业作品 所以还是老话一句 不要带太多思考去看 那你就会觉得这部作品非常不错 那像这部作品呢也是讲坛社手上的强力王牌之一 目前的走向也有一些脱戏 我个人觉得在之前关东事变的那个篇章完结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后面的篇章 我可以多加入一些斗智的成本 而不是在一直看主角用哭跟大喊解决一切 然后在穿越上面再设计一些巧思 或许也会很精彩也不一定 如果你没有看过东京湾覆车者这部作品 还是挺推荐的 毕竟真的可以找到一些青春的感动 那如果你已经看过动画或是真人版 也非常推荐你去看漫画 那如果你很讨厌这部作品 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等结局 如果烂尾的话 我们在一起记到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也谢谢你的收看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